可是那个时候是大家都不会的时候 可是大家都会的时候就不是这个行情了 所以当然这个给各位参考 那还有像学生写这个出差记事本 他也是这个写一个东西 然后寄给我 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一些相关的作品 就让大家开个头 因为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一些教学这一段时间 有一些比较比较比较一些 我觉得看到的趋势 那这部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 有关于那个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之后 延伸性当然 我是当然建议各位能够也考个证照 能够通过 因为毕竟目前TQC Plus这一张证照 在大家都还没有推出证照 它是首先推出 而且目前也知名度 就是大家知道的状况也还蛮 就是也还蛮高的 那我从几个面向跟各位做分享 它的一些优缺点 因为我当过那个考生 讲师 也兼考 也评分 也担任试题命题委员 从各个面向 那我对这个考试真的应该算 了解算还蛮深入的 因为各个面向 我自己也亲自去考过 所以我很清楚 然后这个优点 有几个 目前仅有的人就会认证 其实很多学校老师在问说 为什么不出简单一点的 那简单一点大家都通得过 大家也比较愿意考 不然说真的要办 要考试 学生可能意愿就很低 为什么 因为很难考 通过率又不高 为什么要这样子 让大家觉得很难 所以这个当然我是觉得 纪念解定基金会那边 也应该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国际政政中心也一直想要推 可是像这样的证照 要推出来并没那么简单 所以它是目前仅有的 所以物以稀为贵 那假如说你毕业的时候 你想要投入相关的工作的话 如果你不是本科系 或者你即便是本科系 你要证明你自己 有相关的能力的话 证照也许是一种方式 就像我觉得 我要来教这个课程 我自己都没考过的话 一点说服力也没有 所以我是真的考过 也拿到了 OK 第二的话呢 有系统的分类 它其实也真的很用心 因为TQC在这部分 办了蛮多的 其他的设计类的 成绩设计类的这些考试 所以算还蛮有经验的 分类也算很相 而且它承办相关考试 业务经验非常丰富 那它的缺点就是说呢 它的版本太老旧了 因为现在已经4.2了 4.2的版本 那现在还停留在2.1 我想应该之后会更新 不过你们可能考试的时候 还是用2.1啦 没有办法 但是实际上你说 如果你是初学者 我也不建议你直接去用4.1的版本 因为还有一些bug 还有一些问题 所以比较建议是 你大概就用2.33的版本 会比较刚好 2.33 然后也许真的考试用2.1 不过你会说2跟4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差异性不大 你如果会用2 大概你4的部分应该也不会有太多问题 有一些新的功能 新的类别 不过呢 大同小异 你又要学的就是一个方法 再来的话呢 操作题的方式 通常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JDK的版本 因为JDK1.5 1.6 1.7 那现在大概1.7了 不过它初题的那个 试题好像还停留在1.5 所以经常你开起来的时候 那个JDK的版本有错误 你要自己行去修正 有些考生不知道 就会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Android SDK的版本 也是很凌乱 有的考场 通通都灌 灌一堆 跑得很慢 非常的慢 有的是该灌的不灌 不该灌的灌一堆 这也是问题 然后呢 好 就会用 我来说 你应该怎么办 好 可 你应该怎么办 你就应该怎么办